第十四題,第十四條是一條Pattern的問題 你可以classify它做Sequence的問題 In the Figure,它的第一條Pattern會有6個Dots For any integer n,the n加1Pattern It is added by 4 dots to the nPattern 我們看看初初的東西 開頭是這樣的,然後在中間放置兩個 然後在兩個位置加一顆 然後在下面,在中間放置兩顆 即是你觀察到的話,在上下放幾顆 如果我用Pattern的方法去觀察,我將它斬開 就是1加1加2 所以T1我將它寫作2 2是這兩個2 然後2乘2是這兩個 那T2我將它寫作1加1 即是2,再加中間是2 1個2,2個2 然後這裡有3 所以2乘3 好,這個如何呢? 這個加這個2 然後這個有2個2 然後這裡的動是2個4 先講明 這個一項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但這裡我已經有條理 我只書出圖條 中間是T9 當天是T9 它認為T9有多少Dots 如果每一次,第一次是6,再加4,再加4,再加4,再加上去 其實是深的GS 所以其實都可以計算得到 但我用了Pattern的方法去看,可以看到它是C 好,我們看下一條